紧接上集大力邀请叶声哥在饭店旁的空余房间住下 那这样我不白住 我给你房钱就当我是在住旅馆了 怎么样 住一晚而已 谈什么钱吗 不谈钱 干脆我直接租你一个房间 长期租 这样我以后再来的时候 就想怎么住就怎么住了 也不用每天晚上都跑到镇上去住旅馆了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就租一间给你 租多长时间都行 多少钱一个月 你开个假 我先付你一年的房租 一千块钱一个月 怎么样 可以啊 不贵 一个月一千 一年就是一万二 我现在就转给你 与此同时 一辆价值不菲的小虎车 刚从长溪县高速路口驶出 现在到长溪县城了 快了 再有大概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老赵啊 你确定我们这大老远的去吃一顿饭 不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我们从天刚亮就出发 这都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了 就算那家店的味道再好 也应该不划算吧 对于真正的极品美食 几个小时的车程往往是有必要的 相信我 你们吃到那里的东西之后 一定会认为这几个小时的车程是值得的 这个老赵便是上次为了开水白菜 跟着和仙飞 驱风一起去到了大力饭店的赵阳林了 对了老魏 那里有一条峡谷 景色非常奇特和漂亮 我觉得你待会儿可以好好考察一下 也许会是你以后拍戏时 一个非常好的取景之地 被老赵你这样称赞的地方 那肯定差不了 待会儿我好好看一看 两个半小时后 汽车缓缓使劲停车场 看吧 这里景色真的很漂亮 的确挺漂亮的 咦 那不是叶小姐吗 她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也是来吃饭的 应该是吧 我上次来的时候 她就在这里吃饭 老魏能让你如此惊讶 她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知道不简单 但具体是什么背景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能说或许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 不一会儿 几人便走到了饭店门前 叶小姐 没想到会在这里再见到你 我非常荣幸 味道严重了 很高兴看到味道也来这里吃饭 叶小姐经常来这里吃饭吗 对啊 这里的东西超级好吃 全是最顶级的美食 而且我现在还在老板这里租了一间房间 方便晚上住宿 这大小姐在这里租间房间是什么意思 打算长期住在这里的节奏吗 这里的东西到底是有多好吃啊 咦 老板这里多了麻辣小龙虾和和香鲸鱼两道新菜 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小龙虾 那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味道连波龙都看不上眼 这两道菜都是昨天才刚刚新推出的 你们的运气不错 叶小姐吃饭了吗 如果没吃的话 可以邀请叶小姐一起吃饭吗 那就多谢味道了 这是我们的荣幸 叶小姐姐 老板 先来份开水白菜 然后麻婆豆腐来两份 接下来 蒜苗回锅肉 炒土豆丝 也各来两份 最后再上点麻辣小龙虾 老赵 麻辣小龙虾要不就算了 吃的满嘴都是有 老板的龙虾也不错哦 既然叶小姐也喜欢吃 那就点一点吧 大力把菜品一一记下后 便去厨房忙活了 对了老赵 这里有毛子们 来两瓶 应该没有 不过老板这里 新上了散装白酒 二十块钱一两 二十块一两的酒 那能喝吗 还不错 我挺喜欢的 那行 我们一人来二两吧 随后 沃龙把酒先端上来了 这酒香好浓 好香 好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酒香 喝的那些数千块一瓶的酒 也没有这样的酒香啊 让人好想迫不及待的 喝上一大口 不管了 先喝一口 尝尝再说 酒一入口 很快脸上就写满了 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震惊不已 因为酒实在太好喝了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好喝 也姑娘 你知道老板这酒 是在外面买的 还是是自己酿的吗 不知道 不过这酒市面上 大概率是没有的 那我们回去的时候 装上几坛子 老板这酒不外卖 只供客人在店里喝 如果我们把价钱 给高一些呢 应该不会吧 要是味道不死心的话 待会儿可以问问老板 随后大力 先把小龙虾端了上来 麻辣小龙虾 请慢用 老板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这里的酒 我们非常喜欢喝 你看能不能卖一些给我们 我们可以出高价 只要老板肯报价 不管是什么价位 我们都好商量 很抱歉 味道 我这酒不外卖 老板 我们少买一点 十斤 十斤就够了 要不五斤也行 价格你随便看 真的抱歉 味道 这不是价钱的问题 而是这酒真的不外卖 再高的价格也不卖 你们先吃用虾吧 等会儿别凉了 这麻辣小龙虾 一看就超级好吃 心亏我们点了 而味道本来是不打算吃的 觉得有失身份 不过看着这充满食欲的小龙虾 它也有了长一长的冲动 有那种一次性手套吗 有 不过我认为 没必要用一次性手套 直接用手拿着吃才过瘾 那好吧 随后几人都迫不及待的 开始吃了起来 这一吃再一次惊喜不已 比想象中还要好吃很多 我就知道 老板这里的麻辣小龙虾 绝对是人间的极品美味 这样的小龙虾 再配上这样的美酒 简直绝了 的确是非常好吃 说是人间的极品美味 并不会夸张 这里的老板果然厉害 随后几人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一种享受极品美食的感觉 相当的轻松和舒服